宇宙形成之前存在着六个起点 在宇宙大爆炸创造万物之后 无限、永恒、复伤和死亡 四大宇宙实体将这六个起点打造成了六颗无限宝石 宇宙诞生后 收藏家和宗师两位宇宙长老也应运而生 公元前2988年九大国度连接在一起 这种现象每五千年发生一次 诞生在黑暗中的黑暗精灵 在领袖马勒基斯的带领下 试图通过以太粒子摧毁九大国度 以太粒子也就是可以制造真实幻境的现实宝石 锤哥的爷爷伯尔带领阿斯加德英灵战士 打败马勒基斯后 将以太粒子埋在了斯瓦塔尔海姆地下 2013年11月9日 九大国度再次连接在一起 简福斯特无意间触发了埋在地下的以太粒子 唤醒了已经沉睡五千年的黑暗精灵 在锤哥打败马勒基斯后 西弗和沃斯塔格将以太粒子交给收藏家保管 数百万年前 天神组的搜查者开始使用力量宝石摧毁各个星球 在这之后 九位宇宙实体试图控制力量宝石 但却被宝石的能量反噬后消失 最后力量宝石被封存在宇宙灵球中 并藏在穆拉格星球上每300年出现一次的圣殿中 2014年灭霸派出罗南寻找力量宝石 8月1日星爵在莫拉格星球拿走宇宙灵球 在打败罗南后 银河护卫队将力量宝石交给山达尔星的星星军团保管 数千年前地球上诞生了第一位至尊法师阿格摩托 他创立了密法大师组织 在阿格摩托不断掌握魔法力量的过程中发现了时间宝石 并通过魔法力量将时间宝石封存在了阿格摩托之眼中 并在香港纽约和伦敦建立了三座圣殿保护世界 不受其他次元空间的威胁 2017年3月3日 奇异博士在卡玛太基的图书馆里通过卡利奥斯特罗之书 掌握了使用阿格摩托之眼的方法 在打败黑暗次元的多玛母后 奇异博士成为时间宝石的守护者 2012年5月1日 灭霸交给洛基装有星灵宝石的权杖 让他入侵对球 据说星灵宝石是灭霸从宗师那里抢来的 在经过纽约之战后 黑寡妇将权杖交给神盾局保管 2014年4月 美队发现神盾局已经被九头蛇大规模渗透 权杖也被斯特拉克男爵带到了索克维亚 并通过星灵宝石创造了快银和飞红女巫 2014年4月28日 复仇者们在索克维亚摧毁九头蛇最后一个基地 托尼斯塔克将权杖带回复仇者大厦 并将星灵宝石用在奥创项目上 5月2日奥创诞生 5月5日奥创在韩国尤金基因实验室 将镇金和星灵宝石通过再生摇篮 用在新的合成体上 但在复仇者们的阻止下 合成体被鹰眼带回复仇者大厦 托尼斯塔克将贾维斯的程序上传到合成体 在锤哥的帮助下幻世诞生 基因宝石被嵌在幻世额头上 阿斯加德人在数千年前诞生 在他们发现空间宝石后 将它封存在了宇宙魔方中 并藏在阿斯加德的宝库中 公元1409年 奥丁将宇宙魔方带到挪威腾斯贝格 1942年3月3日 红骷髅在挪威找到宇宙魔方 1945年3月4日 红骷髅在使用宇宙魔方时 被传送到了沃米尔星 郭华德·斯塔克将从海底打捞起来的宇宙魔方 带入神盾局 20世纪80年代初 克里帝国的马威尔来到地球 伪装成劳森博士加入神盾局的天马计划 开始通过宇宙魔方研究光速引擎 来帮助斯克鲁人摆脱克里帝国的追杀 1995年6月 卡洛尔在劳森博士的实验室里 找到宇宙魔方 在被喵星人世人兽吐出后 宇宙魔方一直被弗瑞保管 2010年 世界安全理事会重新启动天马计划 弗瑞将宇宙魔方带到位于 莫哈韦沙漠的天马计划基地 2012年 洛基在灭霸的帮助下来到地球 经过纽约之战后 宇宙魔方被锤哥带回阿斯加德 2017年的夏天 阿斯加德发生诸神黄昏 洛基顺走宇宙魔方 在前往地球的飞船上遇到了灭霸 六颗宝石中最神秘的就是灵魂宝石 也是要得到它需要付出最高代价的一颗宝石 在宇宙诞生后 灵魂宝石一直在沃米尔心 红骷髅被传送到这里成为宝石的守护者 2015年5月 灭霸戴上无限手套 决定亲自去寻找无限宝石 灭霸首先抢走山达尔心上的力量宝石 2018年4月27日 灭霸袭击阿斯加德飞船 拿走空间宝石 接下来又从收藏家手里拿到现实宝石 在沃米尔心上 灭霸献祭卡摩拉 以灵魂换灵魂的方式 拿到灵魂宝石 灭霸回到泰坦兴 奇异博士为了救钢铁侠和逆转无限战争 交出了时间宝石 来到瓦坎达战场后 灭霸抠出了幻视头上的心灵宝石 整个收集过程用了不到48个小时 拿到六颗无限宝石后 灭霸打了一个响指 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 是漫威电影宇宙第三阶段的最后一部电影 全篇时长180分钟58秒 是第二部全程使用MX数字摄影机拍摄的漫威电影 全篇画面增幅呈现 所以一定要去看MX版的复联4 从无限宝石开始又从无限宝石结束 11年22部电影统称为无限系列 在复联4后 漫威电影宇宙进入第四阶段 并会出现更古老的宇宙种族永恒族 六位初代复仇者们也会逐渐离开漫威电影宇宙 但它们留给我们11年的记忆 是永远都不会被忘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